叶希 哥哥 这些都是辣的 我吃不了辣 拿下去重做完了 是 慢着 把这些菜给我舔干净 用手吃 现在 是 是 欧言 你在跟我赌气吗 你哪人的名 海少 欧言不敢 这都是我身份应该做 好啊 很好 这么喜欢当下 去把弱雪的内衣给我洗 是 用手洗 好的 好上 叶希哥哥 你别生气 姐姐之前在欧家娇生惯养 她做不来这些吓人的事情 你给她一点时间 对了 叶希哥哥 妈妈今天还打电话问我呢 我们的婚姻 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今天这个客户不错 出手也很大方 要不是点名要你 根本就轮不到你 谢谢吴经理 你 乔燃 你怎么在这儿啊 燕燕 我不放心你 可你又拒绝我的帮助 只能如此了 乔燃 你怎么能来这个地方呢 你赶紧走 既然你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刚刚那个吴经理 她说只要不停地点酒 喝酒 就能帮你赚到钱 是不是 我把这些酒全都点一遍 沉沉的医药费就够了 乔燃 你这样做真的让我很难看 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用这种方式来帮我 燕燕 况且你的身份 也不适合来这种地方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燕燕 你不走是吧 我走 燕燕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乔公子 好歹你我两家是市郊 你对我不必这么冷漠吧 欧家我只能沿燕一个人 这位小姐请回吧 还真是一片痴心啊 连我都要被改变 可惜啊 不知道我那位姐姐哪里好 让你们 你这么为了 她却不识好歹 帮着你这么好的男人不要 非要夹在我和叶希中间 你在胡说什么 燕燕她不是这样的人 要是再让我从你嘴里 听到她的一句不是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这里不欢迎你 出去 急什么 乔公子 我来找你 是为了和你谈合作的 谈合作 谈合作 乔家的产业 现在不给我负责 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 我与你 没什么好合作的 乔公子 这你可误会我了 我指的是欧严 爷爷 你对欧严一片痴心 而我对叶希情勇不动 可是这一纸婚约 却把他们牢牢捆在一起 乔公子 你也不想这么被动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只要你能说服欧严离开叶希 我就能说服我爸妈 把欧严收了利用 到时 你就能堵住乔家那些老顽固的嘴 名正言顺的去欧严禁 怎么样啊乔公子 这笔买卖你不亏 怎么样啊乔公子 这笔买卖你不亏 你笑什么 知道 你和妍严最大的差别在哪 妍严从来不会拿感情做交流 而你却是利语熏心 这就是你们的区别 穿着定制的裙子 背着品牌的包包又怎么样 无论你怎么穿 都掩盖不了那骨子里面的世界气息 你连妍妍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你 乔然 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 就休怪我不客气 过来见我 做得干净的 若雪小姐放心 我们办事 你还不满意吗 乔先生 欧严让我给你 妍妍 看来 她没生我气 还是很关心我的 她 以后给天上人间设置上班时间 晚上营业不能超过十二点 呃 这 快去坐 是 韩少 欧严 看我回来怎么教训你 喂 叶玺哥哥我身体不舒服 你能来看看我吗 身体不舒服应该去找医生 是这样的 我无意间听到徐妈妈的朋友说起当年的保家案 好像有别的隐情 所以我才不舒服的 地址给我 叶玺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啊 你看我糊涂的 我发错房间号了 快走快走 我们不要打扰别人生活 呀 这不是姐姐吗 呀 这不是姐姐吗 叶玺哥哥 我只是发错了房间号 我真的不知道姐姐也在这儿 况且 姐姐怎么连房门都不管 叶玺 乔公子 叶玺 起来 这几天 乔公子一直去找叶玺姐姐 但又舍不得让她喝酒 难怪姐姐会动心 叶玺 乔公子对姐姐的情谊 他们同事都知道 叶玺 叶玺哥哥 你不会怪姐姐吧 叶玺哥哥 叶玺哥哥 欧颜 这次就给你十张嘴 也解释不清了吧 乔人这几天 都在天上人间 云赵 对 对不起韩少 我原本想禀报 但这几天乔公子 根本没机会接触夫人 一直在门口守着 明天你不用来 韩少 下车 直接屏堆 停 颜严 好热 穿好 好冰啊 冬天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乌烟 你这是在玩谎 你看清楚我是谁 韩叶熙 这是你撩拨我的 别后悔 你 到最后还是自己的爱 你 偏偏是我爱你太多 你爱我干了什么 是我不懂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才过让你已处于放纵 爱情是真正的 跑哪儿去啊 跑哪儿去啊 那个昨天晚上 是你送我回来的 不然呢 我记得 我喝醉之前 乔然好像在我旁边 怎么 不是乔然 失望了 不是的 叶熙 姐 莫远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不知道那杯酒杯下了迷药 希望我没有做伤害你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做了 我愿意负责 乔公子多虑了 我的女人 不用你负责 叶熙 我 我昨天晚上真的只是菜陪客户喝酒 喝着喝着 头就很晕 我醒了就在这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能不能信我呀 不知道 难道不是你蓄谋已久 欧远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失望 是出现在我的床上 而不是乔然的床上 或者你现在很恨我 打乱了你的脚 防害了你和你的老情人 同床共产 随便怎么想的 爱信不信 关我什么事 就到昨天晚上 被狗咬了一口 往哪儿去 你要干什么 给我个解释 这是什么 给我个解释 这是什么 怎么 敢做不敢当啊 害不得上次感冒了弱血的功劳 原来早就是你计划好了的 原来早就是你计划好了的 梦颜 你可真贱啊 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干不出来的呀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难怪第一次都死活不肯脱上了 那时候就计划好了吧 是不是你的伤心 是不是你的伤心 你又何必来问我呢 我要你轻口告诉我 就是我遭益的爱 你又想拖了 我就是偷看了欧若雪的日记 知道了你们的秘密 然后伪装伤疤 来获取你的信任 你满意了吧 我说看是空谈 你敢耍我 不如看过的眼泡 我真后会认识你 现在怎么 我 以后学着夹着尾的作人 有些人得罪不起 废物 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若雪小姐 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难道说那药没起作用 不应该啊 我从黑市买了这个药 从来没有失种 我让你下迷药 谁让你下魅药 我这不想着 送火送到西 直接一步到位 难道说 乔公子和欧盐 没喝那酒 你还敢提 早知道你下的是魅药 当初就不应该 让叶戏把它带走 那现在怎么办 韩少特意说 这种药 不允许出现在天上人间 韩少要是知道了 有些小姐 你可一定要保我呀 你这事做得这么不干净 还想让我保你 做梦 叶戏已经在查了 拿的钱给我滚得远远的 听见没有 是 是 韩少 云照知道错了 以后夫人的事绝不再模糊 韩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别废话 谢谢韩少 昨晚的事情查得怎么样 夫人和乔公子的酒礼 确实被人下了没药 而且 吴经理好像要知道 东窗事发 提前就跑了 走之前 还删了所有的监控 不过韩少放心 我已经送去 找技术恢复了 而且也在机场 加派了人手 吴经理绝对逃不出去 干得不错 谢谢韩少 还有一事 金康医院的院长 昨晚一直在找您 想聊一下融资的事情 乔冉所在您院 是 走 去看看 机场走不了 你就坐火车 火车上不了 还有船 这种小事都办不好 你找我有什么用 臭婊子 你给我放尊重点 你给的那砸锅了的 跟我跑多远 我告诉你 不想让韩少知道 你的丑事 你就再给我一遇 你竟敢威胁我 明天之前我没看到钱 你就等着韩少找你吧 雪儿 出什么事了 妈 我为什么永远 斗不过欧言 我真的好恨她呀 那女儿 都是妈不好 妈让你受委屈了 看来 我得亲自处妈 妈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会会她 妈 别去 现在的欧言 已经不是以前的她了 况且 况且就连叶熙哥哥 也护着她 我们不是她的对手 她不会听您的 我怎么叫你的 不要自乱震脚 可是 放心 她是我养大的 我知道她的人 必须 妈妈 这两个人是谁呀 这是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 就是 妈妈的爸爸妈妈 可是妈妈的妈妈 不是这个人吗 妈 你怎么过来了 我来看看你 我来看看你 先前你说孩子病了 我还不相信 没想到是真的 就是这个孩子 叫什么名字 欧车 不错 挺好的 一个人带孩子 很辛苦吧 妈 走 出去说吧 这张卡是给你的 妈 你这是干什么 你先前不是跟我说 这孩子看病 需要三百万吗 我以为你是骗我的 就没往心里去 现在我也看到了 孩子挺可怜的 你就拿着吧 就当是我这个 做外婆的一点心意 妈 谢谢 怎么 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就不能当她外婆 怎么会啊 我一直把你当成 我自己的亲生母亲 晨晨要是知道 她一定很开心 孩子是白血病 这个病 不止京城能治白 你拿着钱 带孩子去外地吧 我觉得 没成就不错 所以你今天 就是为了拿钱 帮我们母子俩打发走 这怎么叫打发呢 若雪和叶熙 马上就要紧过你 你说你一直 待在横角 这也不合适 所以这些关系 心疼 都是假的 这都是你为了 赶我走着的借口吧 欧颜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本来就抢了 若雪的人生 现在又不知道 从哪弄来一个野种 丢进我们欧家的脸 要不是看在 若雪的面子上 别说三百万 这三百块 我也不会给你 搬走可以 但这三百万不够 我要五百万 我要五百万 像当初 我跪在地上 求你借钱救命 你怎么也不肯借 如今就为了 欧若雪的面子 随随便便 你都可以施舍 你还想和若雪比 你配吗 对 我不配 但是欧家千金的身份 区区三百万 你不觉得有点少了吗 更何况 还有韩家少夫人的头衔 对不起晨晨 你手术 你手术完的后期疗疗 还需要连百万 为了你 慢慢只能做这个坏人 欧言 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 当初在欧家 我可没有亏待过你 你吃的 你穿的 都是最好的 你身上的配置 全都是最好的 没想到 竟然养出个 见钱眼开的东西 你也知道 那些东西 根本就不是给我的 而是给欧若雪的 门心自问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 我是徐盈盈的女儿 你还会这么做梦 做梦 所以五百万 买断这两个身份 怎么算你都是血状啊 你疯了 这个贱妆 从哪冒出来的 给我滚 不许你欺负我妈妈 就算妈妈的妈妈 也不可以 疯子 晨晨 妈妈你没事吧 妈妈没事 你的妈妈保护不了你 晨晨保护你 好孩子 晨晨 你竟然亲自来了 真是让我愿 彭壁生辉啊 来 这边请 您这是怎么了 你们怎么办事的 连韩绍柳絮过敏都不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 韩绍真是对不起 明天把这树砍了 不必大动尴尬 这树还是留着吧 好 小黄豆要多晒晒太阳 想得快快发芽 晨晨也要晒太阳 才能长高 才能保护妈妈 真乖 出来 晨晨 妈妈出去一趟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妈妈马上就来 那个孩子 得的是什么病 回韩绍 那个小孩呢 白血病 你躲什么 怕我呀 你是大坏蛋 但我不怕你 等我长大 也能打赢你 就你这小身板 爸 跟一个生病的小孩 计较什么 想要啊 小小年纪就这么虚伪 要懂得承认自己的欲望 知道吗 妈妈说我的身体坏掉了 和奥特曼一样 妈妈还说 坏了的身体可以修好的 可是我那个奥特曼 已经好几天了 为什么还没修好 明白 这就去办 看着啊 小子 奥特曼修好了 奥特曼修好了 送给你 谢谢你大坏蛋 拿人手软 怎么还叫人大坏蛋啊 你欺负妈妈 让妈妈哭了 那我以后不欺负妈妈 你也不能叫我大坏蛋 听到吗 咱们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你来干什么 你干的好事 妈被你气得一病不起 我受她委托 过来给你送钱 你上午在家 要钱的时候 要我养的 现在装什么情缸 还真是会哭得 孩子有糖吃 要钱要到家里来 欧颜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 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谢谢你们 只要你答应我 拿着这钱 给我滚得远远的 不要再纠缠我爹 细哥哥 不是 我要你好看 明白 晨晨 我们终于有钱了 可以做手术了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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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嗯 你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可以像奥特曼 也要修好了 韩少 还送吗 告诉蒋园长 荣丝可以 多少钱都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求人必须管 有请不吝点赞 观看 请不吝点赞